美国陆基宙斯顿基地早在2017月12月19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已经正式决定从美国引进两套陆军宙斯顿导弹防御系统, 到了今年5月15日日本防卫向小野四五点在记者会上首次公开表示,日本计划引进的两套陆基宙斯顿系统已经选择好了部署的场地,分别是秋田县秋田市与山口县郊市,这么看来日本政府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看似外界的阻挠似乎对其没有起到什么阻挠作用, 然而倒就在几日前这一消息又有了新的变化,原来就在7月20日日本共同社报道,趁日本防卫省趁将在本年度将对陆基宙斯顿部署的展开环境测评, 其测评的主要内容就针对检测电磁波,对当地居民影响程度,若结果得出不是一部署,可能会考虑放弃部署, 看上去日本对国民还是蛮负责的,但实际上呢,陆基宙斯顿系统组成不得不说,这很可能又是日本政府的一招抚民政策,或者说就是一个障人法, 从最初日本政府就一直在强调日本引进陆基宙斯顿的目的,就是要防卫朝鲜半岛地区,也就是防卫朝鲜, 但实际上它的所有人都清楚日本部署宙斯顿的主要目的其实是针对中国,按照美方的说法,陆基宙斯顿装备的雷达其预警范围很可能将会达到1000公里, 同时装备的火控雷达探测范围也能达到400公里,并且可以同时追踪约100个目标,并选择其中部分目标进行攻击, 其实了解历史的人都很清楚,日本距离朝鲜的直线距离,要远超过1000公里, 请问多出来的那些距离日本要干什么,很简单就是要针对中国啊, 美国宙斯顿舰除此之外,按照美国的说法,其实宙斯顿不仅只有防御功能,还拥有较强的反击能力, 如果对方发射导弹,在宙斯顿进行防御拦截,的同时,还会进行目标计算, 也就是算出对方进攻的方位,此后将发射导弹,对按照来袭目标的方位进行还击, 这么算下来谁还能说它只是一款懂得防御的系统呢? 由此可见,日本引进的同时,就是明显最崩之一不得久, 而为了能够引进这款装备,日本当年也是想尽办法,才与美国谈讨该系统的引进, 时至今日竟然会只因为环境问题拒绝部署吗?恐怕这会是一个巨大的笑话, 但是为何日本要如此表态?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前文提到的抚民政策, 这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萨德问题,让韩国政府十分挠头, 在部署阶段更是直接与民众发生冲突,甚至连加油车这样的装备,都无法进入部署的一步, 长期民众的不满,美国政府的施压,让韩国政府被挤在了中间,左右不是,很是难看, 当然作为邻国的日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为此契级需要做到预防, 因此便想出来这招安民的政策,让日本上线放下一颗心, 但至于究竟会不会这么执行,恐怕结果并不会尽如人意, 而日本民众恐怕面对政府的这种言而无信,反而可能会产生更加应激反应, 反抗的会更加激烈,说白了到头来可能就是偷鸡不成十把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